进到厨房里仔细检查 北市卫生局石安关小宝关 来到远东A13百货 针对大时代除了保龄茶室以外的 19间店面进行鸡茶 淀粉发酵类的食品的话 他们就很会关注 那我们会特别来加强鸡茶 保险的话我们也会看 除了马来西亚料理 还有新加坡菜 觅食类重点鸡茶 各店环境 食材 设备 保险 进货单据 溯源核对 就是要让消费者能放心 回到保险茶室未在的B3美食街 可以看到座位区几乎是空无一人 还有店家直接摆上柜位调整中 暂时没有营业 担心还没有查到的部分 就多少会影响一点 可能会最近可能不会来吃 就是连我自己都会觉得 有点怕怕的 可能怕食物不干净 食安风暴 民众人心惶惶 连带让大时代美食街 附近店家生意惨兮兮 看看座位区空荡荡 但是隔壁另一家百货的美食街 却是满满的用餐人潮 形成强烈对比 我们业绩大概这两天掉了一半 有受到影响 然后我们也觉得 其实现在餐饮业真的还满满做的 又遇到这样的事件 大时代协力向其他业者致歉 毕竟无辜受到牵连 只盼食安危机赶快落幕 让民众和业者都能够安心 环宇新闻客贯程黄轩轩 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分享环宇新闻